現在雙方選手準備進場 推薦進場的是馬來西亞隊 現在進場的是中華隊陳肇勝與舒思平 兩位也是台灣相當年輕的選手 這兩位選手目前也是在擔任中華企業時間聯賽的協會青年隊 對這些年輕選手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經驗的提升 可以跟這些年紀比較大的職業選手來相比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現在比賽將正式開始 第一趟由第二把馬來西亞隊先行發射 好他們第一支劍就是由他們現在世界排名第九的阿諾爾選手 來進行馬來西亞金牌戰的第一支劍 九分 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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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隊在第二支鍵又出現本場比賽第一個十分鍵 前兩支結束中華隊目前有兩分的領先 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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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華隊總共有四分的領先 第三支鍵蘇思萍 九分 很穩定的射出了九分的高分 是 而且左右幾 從上到下拉一條直線的話兩支鍵的弱點幾乎在同一條直線上 所以左右封的影響對來來講幾乎是零 九分 恭喜中華隊在第一點拿下兩分的積分 有一個好的開始 是 而且分數相當穩定喔 射出了十九九九 在這樣子封的情況下能夠射出這樣子的分數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現在是靶型裁判在確認分數的狀況 並由各隊的拔劍員在靶上出場記號之後再拔劍 要中華隊的選手們也一起來幫蘇世平以及陳昭生加油啊 我們也歡迎在台北有空的朋友們也可以來台北田徑場幫中華隊選手加油 第二趟就會由幾點落後的馬來西亞先行發射 第二趟就會由幾點落後的馬來西亞先行發射 八分 六分 這次的失誤稍微有點大 也可以看出 跑到了六方的六分 而且還有點偏低的情況 對馬來西亞兩位選手都還在找尋這樣比賽的風向 不錯 中華隊蘇世平 跑到了上方的六分 我看來現在的風勢應該是加大啦 兩邊的選手都稍微射比較 離把心稍微落差了一點 十分 十分 不過陳昭生很快挑戰回來啊 這是他這場比賽射出的第二支十分劍 中華隊目前兩支十分劍都是由他射出的 九分 九分 這一趟中華隊目前還有三分的領先 蘇思平上一支射出六分 看這裡只能辦法調整回來 九分 很快就調整回來了 八分 八分 第二趟兩隊射出了三十三比三十三一樣的積分 所以兩隊各獲得一分的積點 現在中華隊三比一還是有兩分的領先 是 現在就等待八千裁判做分數的確認 那就陳昭生以及蘇思平兩位選手的表現來看 其實並沒有畏懼對手的強 高強度的實力喔 在職業表現上也是相當穩定喔 就蘇思平的第二趟的第一支劍 可能是因為受到風勢的影響 所以射出了右上角的六分 蘇思平以及陳昭生都是我們 中華民國體育署在108年度培育的優秀全力選手當中的名單 所以這也是台灣高中生的精英選手啊 是 所以大家也很看好他們的未來性 那來到了第三趟 馬來西亞的隊伍如果想要獲勝的話 就必須拿下勝利喔 那中華隊也只要拿下勝利的話也可以獲得總分五分基點 並且得到金牌 選手加油 現在就看馬來西亞阿諾的選手 在面對壓力的情況下要怎麼樣去回敬對手呢 10分 哇 果然射出了本場比賽第一支10分劍阿 9分 場邊的選手相當熱情喔 對 蘇思平她在去年就拿下女團金牌 以及個人的同拍 所以她對這個比賽也是非常的熟悉阿 8分 9分 馬來西亞 9分 馬來西亞第三趟的最後一隻劍 選手稍微收下來調整 就必須注意時間是否足夠 8分 中華台北目前就還有1分的優勢 射出一隻漂亮的10分鍵 現在陳肇生只要射出9分 就有機會把本場比賽給收下 9分 非常漂亮的9分 中華隊拿下了本場比賽勝利 第三趟36比36 不過中華隊拿下1分的基點 最終就以5比1的基點拿下了本屆賽式的金牌 是 那在剛剛第二趟的時候可能是裁判有發現有壓線的劍值 所以 由中華隊伍 是34分比33分拿下勝利 所以在第二趟結束的時候是以4比0 中華隊戰時領先 那到了第三趟 雙方結束出了36分 那各獲1分基點的情況下 中華隊以5比1 獲得本場比賽勝利 至少這趟